联合報今天的頭版焦點 有些人可能對他有印象 這是英國商人林克寅 他在三年前酒駕 當時撞死了一名孝順的送報生 而判刑四年確定之後 他竟然一容 然後潛逃出境 上個月他遭到逮捕 在英國落網了 台灣司法單位現在正全力 將他引渡回台 接受制裁 林克寅呢 之前呢 是撞死人之後否認犯罪 到現在呢 還沒有向被害人家屬道歉 被英國警方逮捕後不服 竟然申請交保 那麼交保案在今天 就要開庭審理 不過就在台英洽台 引渡備忘錄草案的過程當中 林克寅似乎還想要逃離英國 所以英國以情況可能生變 反而更快地促成了 台英欠向備忘錄 達成引渡林克寅的司法互助 這是台灣第一次 引用國際引渡標準模式 操作成功的第一個案件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那麼林克寅渴望引渡回台服刑 因上林克寅 因酒駕撞死送報生 黃俊德遭到法院判刑四年 不過林克寅卻在去年八月發監前 易容冒名潛逃出境 直到上個月十七號 終於在英國落網 今年的十月十六號完成簽署 有關於引渡林克寅了解備忘錄 法務部與英國檢方建立 司法互助安排 包含林克寅判賠民事七百五十五萬 希望英國法院能夠承認我國法律 更希望能讓林克寅引渡回台 接受刑事判決 一想到無辜枉死的兒子黃爸爸也期盼 林克寅能夠接受實法審判 目前林克寅人在英國愛定堡法院 21號上午將再次裁定是否羈押 所以是我國首次向英方做出引渡要求 逃亡多時的林克寅 最終還是逃不過法律制裁 雨電TV 林秉舟 吳星倫 台北報導